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著請洪慈庸委員 謝主席 我們請呂貝提名人 請呂貝提名人 今天我們來做大把關的審查 其實我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也時常碰面 您也是司法改革裡面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人物 不過自從您接任司法院秘書長之後 其實外界對您有一些批評 當然認為說您好像有點過於保守 但我想這也有可能是因為受到這個職務 或者是我們制度上面的一些約制 那畢竟這是我們整個司法行政體系裡面的最高文官 所以您可能在整個形勢上面 會比較有一些多面向的一個評估跟考量 但是今天我們是來就這個大把關的一個做一個審查 那您今天在這裡的這個回答 我也希望您能勇於來回應我等一下提出來的問題 那首先我先來請教的是這個司法改革的議題 第一個是大家所關注的就是我們人民參與審判的這個問題 那當然民間有主張要採陪審制 那當然司法院比較有傾向在參審制 那我先提出兩個問題來請教您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的憲法第80條的一個規定 法官必須超出於黨派 那依據法律來獨立審判 不受任何的一個干涉 那這個規定呢 與這個陪審制或者是參審制 未來如果我們採用的時候 會不會有所衝突 這個基本上我認為是 要看情況就是說 剛剛委員特別提到陪審 那因為陪審我們只是一個概括的稱呼 以美國來講最傳統的陪審國家 他幾乎每個州的陪審都不太一樣 只要說這樣的一個陪審案件 陪審案件 法官有部分的可以來審查 部分審查 基本上我認為是不會違憲 要法官有審查權 假設我們規定的一套法律 人民有罪無罪 完全都有人民說了算 法官一點奈何都沒有 那這個可能就有違憲 因為接受法官審判的權利 那在各國都非常重視 非常重視 那如果能夠讓這個法官呢 能夠在案件裡面 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審查權 那基本上80條應該不是障礙 那說到陪審制的部分 因為我國現在是大陸法系 那如果要引進陪審制 我們制度上面會不會有所的衝突 那運作上面會不會遇到一些困難 那甚至違憲 這部分被提名人怎麼看 第一個就是委員特別關心的違憲 這樣的一個問題 當然在我們大法官四字第378號解釋 他已經做成一個解釋 他說憲法十六條所規定的 人民有訴訟之權 是指人民有接受法院審判的權利 所謂的法院呢 原則上是指法官組成的 但是如果依照這個事件的性質 事件的性質 在法院的機構當中加入專業的團體 專業的人士 那麼他也跟法官一樣的獨立 不受這個干涉 那訴訟程序也向法官來審判一樣的周密的話 也可以的 這個主要是針對律師懲戒法庭 這裡面有法官檢察官還律師 所以大法官四字第378號解釋 他是認為在法官加上一些專業人士來組成的話 是可以的 當然大法官沒有特別提到說 完全沒有法官加入的 您關心的陪審到底可不可以 因為解釋文沒有 我們憲法條文也沒規定 我也不敢代替大法官來解釋 那當然依照您剛剛所詢的 可見委員 你對我們法治也有相當的了解 我們是一個大陸法系的國家 大陸法系的國家它的特色 就是一個規範 就是一個規則 它的行程主要是在國會 透過國會的法律的規定 來規定人民的權利義務 那法官很重要的職責 就是按照國會通過的法律來判斷 這個跟採陪審制的國家 像英國美國他們所謂的判立法 他們的法律內容 主要是法官在個案裡面 一步一步行程 就本質不大一樣 所以在陪審制裡面 一般人民是對生活經驗很了解 所以有人民來原則上決定 有無這件事 有無犯罪 然後交給法官來決定 該有罪的時候該怎麼樣來判刑 這個在英美 美國還有英國所屬國家是普遍的 大陸法系的國家 像我們這樣一條一條法條的國家 其實在過去是沒有人民參與的 那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因為他們嚮往自由 所以就參考英國的陪審 不過很快的這樣的一個制度 他們發現跟他們的國家的 法律的行程不大相合 所以就採取法官加人民 就所謂的參審 那目前歐洲大陸大部分的國家都是 那在亞洲當中像我們鄰近的日本也是採取 所以當然剛剛委員特別提到說 我們採取陪審會不會造成一些困擾 我覺得這是設計還有學習訓練的問題 第一個要設計學習訓練 那這學習包含人民的學習 人民能不能接受我有罪無罪 完全都有其他人來幫我決定 這個在英美法有他們的傳統 我們這邊人民的需求是很重要 然後還有一個很關鍵 就是在陪審之下 他是沒有理由的 陪審團說有罪也沒有理由 說無罪也沒有理由 這樣子在台灣人民可不可以接受 也是一個考慮的問題 當然我們很難比哪個好 因為這兩個制度在世界都有一半一半左右的國家才行 好來如果說因為過去司法院 當然比較傾向在參審制 那如果未來我們的民意 是最終是選擇了陪審制 那我們的這個制度上面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需要去做調整的 除了剛剛被提名您說的 這個人民能不能接受 除此之外我們制度上面有沒有什麼 比較需要大幅度去做一些調整 這裡面是當然要調整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目前司完在推的這個制度 其實對於這個審判的人民的選出跟陪審是一樣的 但是權力是不一樣的 將來如果說有一天 真的要透過典型的陪審制的話 我們必須想像許多問題 想像許多問題 第一個呢 人民來一自覺 譬如說十二個陪審團 一自覺有罪 他就是有罪 他不必負理喔 那一自覺無罪 他就是無罪 檢察官不能上訴 一自覺 那假設他不能一自覺 譬如說十比二啦 或八比四啦 九比三啦 不能一自覺 這個叫Hungry 在所有陪審制國家都有 這個時候呢 Hungry怎麼處理呢 他們就是退完給檢察官 重新起訴 重新起訴 這個就面臨一個問題 在陪審制的國家裡面 他們被告的積壓沒有期限的限制 所以被告再壓以後呢 退回檢察官重新起訴 他還是在壓不會跑掉 但是在我國因為長期以來 基於人權保障 被告的積壓是有總期限的 目前在地方法院是十五個月 那將來我們可能就要面對這個問題 譬如說第一批的陪審員 審了十四個月 就發現大家做不了一致的決定 這個案子退回檢察官 那這個被告怎麼辦 繼續壓還是要放等等 非常多複雜的問題 證據法則的調整 非常複雜 這個制度的選擇 其實不是從許院長開始 司法院在研究推動參審制已經三十年了 已經三十年了 從民國七十八年 司法院就推出人民參與刑事審判法的草案 就這樣 好 跟委員特別報告 好 來 那我們再來問的就是第二個 也關於司改也是人民非常重視的問題 也是我們司改的最後一理路 也就是不適任司法官的太處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現在在我們立法院裡面也正在審法官法也在協商 那可能在這禮拜可能就會處理了 但是有一些問題恐怕也不是這個法官法就能夠解決的 那我首先要問的就是我們這個職務法庭的效能 效能的部分 因為從105年到107年的懲戒案件 分別是三件、兩件、五件 那如果說再加上再審的話 總共這個職務的案件總共是四件、四件、八件 但是呢這個平均的結案時間是254.9天 那但是在工程會的部分呢 每年的一個案件大概在200件左右 那它的平均的結案日數是52.16天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喔 其實兩個機關性質類似 但是它的這個平均的結案日期喔 大概差了200多天喔 差了202天 那有時候同一個案件它是涉及司法官跟公務員 那有可能這個公務員他已經都結案了 已經執行完畢了 但是司法官的部分他還沒有結案 這落差之大其實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喔 那我想要問這個被提名人喔 我們如何在憲法賦予這個司法官他的身份保障 那以及人民期待要加速的來派出這些不適任的這個司法官 之間去取得一個平衡 也是這個地方跟委員特別報告喔 剛剛委員特別提到的職務法庭呢 平均每個案子要審200多天啊 也是這一次法官法要就職務法庭改造的原因之一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一次修法前的現行法 那個職務法庭的法官是任務編主 他是由各法院選出來的 各法院選出來法官平常工作就忙 大家協調一個時間就很難湊在一起 然後他因為他屬於司法院 他叫司法院職務法庭 但是其實司法院呢 他是一個行政監督機關 所以職務法庭的相關行政事務呢 都委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來辦理 所以那個效率非常的不好 所以這一次呢才把它改制 改制在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下 他的行政業務有人來辦 讓這個法官相對穩定 這樣就可以來加速 那當然第二個呢就提到說這個職務法庭啊 他的這個要不要快速來懲戒法官 那我想委員也應該非常清楚 在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朝野協商當中 那有修正的意見 大家都一致的就是希望 將來法官平常委員會 通過就不要經過檢察院了 直接到職務法庭就省了一關 就省了一關 那我們可以預期 將來在法官的懲戒方面的速度 會比現在快很多 還會快很多 所以我們是未來是可以期待 在這個不適任的 這個司法官的泰索的效率 我也希望真的未來 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因為其實這是人民的期待 司法改革能不能成功 其實對人民來說 這個地方能不能看到成效 就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討論的是 憲法基本權 我們來討論的是 這個是《歷史的一些誕政》 我們來討論的